死亡恶魔归期已定 恐怖大王身份解密 大家好我是阿树 电剧人146话 电剧战争一根心 经过数月的等待 腾笨书老师终于上映彩了 其实从上映画开始 我们一路追下来的读者就能感觉到 谜底已经逐渐被解开 先是正义恶魔身份曝光 接着喷火器被抓 却平静的等待真神降临 再到最后三音被吉田断首 剧情冲突直接拉满 而在146话的开篇 吉田似乎还没有砍爽 趁着三音被自己断首吓到的空打 他又聚集到准备第二次攻击 一边砍还一边为善的道歉 说三音明明有听自己的忠告 确实离电刺远远的 但不好意思 三音还是得死 而彭火器这边更是离谱 他在唱完呼唤真神降临的圣歌后 平静的向众人解释 说他确实欺骗了教会的信众 撒谎告诉他们 只要和正义恶魔前定契约 就能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但他撒谎的部分不是恶魔的能力 而是恶魔的名字 教徒们真正谦怨的恶魔 正是即刻强大的妻子之一 火之恶魔 喷火器花音刚落 火之恶魔以火焰龙卷的形态 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火魔的出现 仿佛按下了教徒们变神的开关 让他们纷纷化成为 自己心目中正义的形象 电锯人 一瞬间 不管是人头攒动的大街上 还是私人的住在内 那些曾把电锯人视为英雄的教徒们 顶着额头被电锯切开的剧筒 变成了他们曾经最痛恨的存在 恶魔 同样目睹这一切 还有刚在教会总部 大杀特杀的武士刀和钉子魔人 看着刚刚被自己干到的学生 头顶电锯又站了起来 一阵刻鲁蛋蛋的恐惧 一面袭来 吓得武士刀高举双手 这还没完 那些刚刚变成的电锯恶魔 好像并没有自己的意识 而是像丧尸一样 见人就咬 逢人就看 更恐怖的是 按喷火器的说法 火这个魔除了会赋予契约者 变身的能力外 还有一个bug级别的被动能力 那就是契约者越多 他们的力量就越强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变身后的人 会像丧尸一样 因为他们根本就控制不了 这股力量 你看 那些丑陋的怪物 是不是变得更像电锯人了 喷火器悠悠的说 蚊子健壮 自反问他说 为什么要选他这个时候呢 喷火器倒也不隐瞒 解释说 因为今天五点 教会的中国和加拿大分布 举行了大规模的结婚仪式 而在登记结婚的那一刻 这些人就会和火之恶魔签订契约 也就是说 如果计划顺利 那么此刻 世界上和火之恶魔签订契约的人类 将超过35万人 哦 不对 这些怪物 已经不能被称之为人类 他们 是恶魔 喷火器杀人逐行的补充道 一声爆炸声 从不远处传来 借着这股势头 喷火器坦白了自己的计划 他告诉电子他们 说半年后 恐怖大王就会从天而降 而杀掉恐怖大王 拯救人类 便是他和纪贺的目的 电子一天 什么恐怖大王 这都哪个哪儿 完全不行 但纳尔多却跳了出来 表示 喷火器说的恐怖大王 确实存在 因为他和纪贺是姐妹 能彼此感应 也同样能感知到 恐怖大王的降临 毕竟 这个恐怖大王 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章节 那个拥有最恐怖名字的 超强恶魔 死亡恶魔 知道这纳尔多也明白了 极客的手段 那就是让人类 再次害怕电锯和战争 几次 让他们变得超强 竟然杀掉死亡恶魔 至此 电锯人146话结束 外消息下周收看